这个拖跟这个拖都留了上边的牙点 我手上都是毛的毛 都留了上边的牙点 这个也是 从这边看比较明显 你像这样吧 即便你这个芝是出芝是平的 也不好看 这个芝呢还是上斜的 就更不好看了 所以今天咱来处理一下这两个 上边的一个我觉得好说 它这个毕竟下边有个牙点嘛 所以说只要不让它上边发芽了 可以让它从下边再憋牙也行 对吧 比较狠了 回头再剪 从底下这个地方它会憋出芽来 再出芝应就好看了 先往下 会说这个再往上是以后的事了 那就不管它了 这个芝速度不到 但是咱现在不动它 刚接了锡纸 这个马眼还是很明显 还是长得不错 也是今天搅的 那这个呢 你现在如果搅塌的话就不行了 为啥底下没有牙点了 破坏掉了 这个呢 你要往下拉枝呢 比较困难 粗了嘛 这个像这么粗呢 要往下拉的话 就得做点手术了 咱就直接简单粗暴点来吧 咱就把底下给它 包掉一块 还不紧 还不紧 包掉了基本上包掉了一半吧 是吧 包掉了一半 试试现在能不能拉下去 还是比较困难 感谢观看 这差不多了,是吧? 咱找个钩子,把它窝下来 在这条跟上 没问题,先把它包扎一下 像这个的话,因为还有拉铁丝,咱就不用细纸了 我觉得用电弓胶布 还能起来保护钩子 拉太多 好 我坏了 又拉蛇了 拉蛇了估计死不了 那咱就这样了 就不动它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搅的 就剩下上面一个坯层了 断是断了 但是死呢 应该也死不了 再包一下 确保它别进去水 进去水 它有可能就发霉 一发霉 那就肯定就死了 行 应该没多大问题 这个枝如果说这样活了的话 那就没问题了 是吧 好 那咱就这样 这又算是仰杂了